早上好 今天是在山隔离啦 最后一天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 那个那帕海参观了 你去哪些 你后路口右转 随后路口左转 哇 骑到这边来 有一个麻仓 骑脚车了 骑脚转 骑脚转 现在到达那帕海大草原 牧民生态圈 好像蒙古包 原来是餐馆来的 现在要和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从那帕海那边骑脚车嘛 然后我们转了一大圈的那帕海 然后再回到渡客中 总共用了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的大巴要回立江的大巴是三点三十分 我们三点十五分 准准的回到了渡客中 还了脚车 再拿了行李 然后快一点坐了计程车 来到了那个集合地点 就三点三十分 刚刚好 那个大巴就到了 我们差一点就 错过了这个 这一趟的大巴 回不了立江 现在我说话都还有一点喘 我们早餐午餐都没有吃 就是为了看这个那帕海 然后是看完了整圈的那帕海 太刺激了 这一天的行程 这一天的行程 有点香 哈哈 那帕海很大 现在是早上六点四十分 六点多天就这么凉了 他们现在是日长夜短了 我们现在要走着去 等那个旅游巴士上玉龙雪山 现在是来到了这个玉龙雪山的休息站了 就是准备要上去玉龙雪山大所到 这边的风景已经很漂亮了 看一下 现在我们走着去那个宾川博物馆 第一站先参观这个博物馆了解这边的文化 第二站就是南韵 第三站才是去那个玉龙雪山 那这是我们的文字 而说到语言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到这里有没有交过你们说 您好谢谢再见之内的大西 我们要走着去参观蓝叶谷 这边蓝叶谷有两种玩法 一种是走路 另一种是搭他们的青蛙车 可是青蛙车就很多人都不建议搭那个青蛙车 所以我们就选择走路了 看人看到多美的风景吧 下面这个湖是什么湖 现在来到另一个谷了 这个不知道是叫做什么了 这个是蓝叶谷白水台 这个是蓝叶谷白水台 你看下一个 谢谢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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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泡的水泡 還要去下一個 看到了一個小瀑布 來到了這個小瀑布 啊好漂亮哦 這也是最後一個風景哦 這個風景就看完了這個蘭月谷 接下來就要看那個玉龍雪山 可是有出了一些小狀況 也不算是小狀況是大狀況 現在只有靠導遊了 看導遊那邊有人幫我們怎樣處理啊 因為他們少買了一張票 就是說只有我一個人可以上去 他就上不了 很過分耶 他們這邊的 怎麼感覺立江的 旅遊 很不完善 很混亂 失戀通行的 好方便哦 所以現在直接進去哦 現在終於要進入鎖道了 怎麼 你進去嗎 我認識的床 好多人啊 對啊 好多人啊 對啊 轉成去 往後 我們在雲頂的也是這樣子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對啊 轉成去 往後 我們在雲頂的也是這樣子 好多人啊 你上手刀了 好多人啊 我已經前進了 終於升到我了 頂目 一堂一堆幾天 这里面藏着丰富珍贵的自然自然 又到站了 到站了 是啊 哎呦 原来不下来这边 还有贩卖部啊 来到了这个冰川公园 玉龙雪峰 上到了这个玉龙雪山 冰川公园 海拔4500米 好多人啊 现在要上这个站道 上到最高的4600米 走吧 在雪山上面这边过很大风哦 你看我的嘴唇 都裂了全部 而且在这么高的海拔 走路要很慢啊 然后讲话也要慢慢的 就不可以好坏 也不可以太心急 要不然很容易中了高原海域 嘴唇裂的好痛 你们看这边下面 全部都是人啊 要爬上去啊 来得及吗 要爬上去啊 爬到了最高峰 4680 爬上去 去啊 大蒋 落地 哈哈 這邊有出租他們的民族服裝給你拍照喔 你可以在那邊租了穿上去拍特別的風景照啊 上來這邊拍完照片要下去了趕著下去了要回去麗江 上來這邊一個小時多要搭鎖到下山了 現在又是晚餐時間了今天的晚餐要在古城裏面找吃喔 走到了他這個美食坊 四方美食坊 他們的Food Court 你點了什麼啊 炒六樣他們特色的東西 哇好像很好吃喔 黑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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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有田螺 然後有糯米茶 還有洋蔥 我後面有一些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有一些你不知道什麼東西 可是他不是說是當地的特色 就是混在一起炒嗎 這盤多少錢 40 40塊 還好啦 還可以耶 不貴咧 那我也要吃啦 這邊有很多茶店和賣淫室 因為他們說玉龍先生那一代就是聖城的銀房 所以這邊超級多賣淫的店鋪 來到了這個關門口 好多人哦 快樂 好多人 我記得是發生的病毒 這邊還有賣那個燙烤榴槤 好多人 是 完成了 用美妮打鼓哦 鼓哦 拿吧拿吧 你先去吧 小溪流水 发现了一间店好特别哦 哦 这边是哪里啊 好像这么黑的 那么暗的 啊 他又要买这一家了 书役烧仙草 这一间是蛮有名的哦 这间的那个烧仙草 好喝吗 好喝啊 特别 这个粉丝 你是他的粉丝啊 你是他的粉丝啊 好喝啊 啊 好喝啊 我可以聳い啊 她知道是大水